in that ass bad like a b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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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影片《七剑下天山之匈奴眼》 就在近日上线播出 由兰志伟指导苏雁年 担任总编剧张竹文 陈杰安一子等出演 剧组先发布了一组 先导预告片与海报 影片根据书籍《七剑下天山》改写 讲述了林卫峰、刘玉芳、易兰朱三人 今生前世的爱恨情仇 高度的还原了书籍中的武侠精神 经典的打斗场面也被高度还原 几位主要的角色也纷纷亮相 而林卫峰和易兰朱的首亮相 可以说是非常惊艳 一身飘逸的白色衣裳 在漫天飞舞的雪中练习剑术 每个招式都掀气十足 流畅的动作设计 强烈的视觉效果质感满满 预告中的后半部分风格突然转变 也预示着原本平坚的生活将被打破 故事中的人物将有着不同的命运走向 黑暗的打斗场面与复杂的情感 交获于整支预告片中 一时间不知道该看哪里 丰富而又多变的画面 轻快的配乐 一场紧张的江湖大戏即将拉开帷幕 与预告共同发布的海报 也有着不少的故事 海报的基调为亮色 几位主演站在见风之间 画面充斥着豪迈的感觉 周围环绕的山岭空中飘零的雨点 竟然有了一种东方武侠小说的豪迈感觉 灰暗的天空被乌云包围 亮色与黑暗对应让人感觉一感十足 而三位主角混乱的站位 似乎在暗示着三人之间混乱的纠葛情感 海报最左侧的修罗王是影片中最大的反派 主角们建议眼神与修罗王的贪婪 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身后功底的制作撑腰表演出了武侠的精髓 七剑夏天山代表一个时代人心中的武侠 对于很多观众都是不可替代的 经典重造的压力必然巨大 但是制作者们抱着向经典吃惊的使命感 用满腔热血完成剧本的制作 而导演曾参加过神话 孤独天下等多部故事制作 景也非常的老道 编剧则又获得十大编剧的苏月年操刀 武术动作指导也参与过许多大片的制作 这么强大的功底加持 想必会有更多的小伙伴们喜爱 而传承的武术精神也将在这部剧中 继续的沿用为武术带来全新的血液 为观众带来全新的观影感受 也承担着一旦有着武侠梦的人们的梦想 这次的预告只是影片的前瞻 两者呼应带给人们无限的遐想 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小伙伴们最期待哪一位角色的表演呢 欢迎大家在视频下方评论留言 小兵期待与大家进行讨论回复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